其实师父告诉你 人生只是一个现象 所以在佛经上经常讲 人是虚幻之相 什么叫虚幻呢 虚幻就是因果轮回的真相 因为我们人心的造作 才会起妄念 才会有行为叫妄动 所以我们人心不造作恶念 心不去伤害别人 你这个人心就不会妄动 所以颠倒妄想执着烦恼 这些都是你心所生出来的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别人好了你为什么要去嫉妒他呢 那这世界上好的事情多呢 你都去嫉妒吗 是因为你接触到六成 你才会嫉妒 因为他靠近你了 所以为什么要我们远离 颠倒梦想啊 《心经》里面讲的 你不远离他 你不远离他 他就污染你 就像很多的病毒一样 你远离他 你就保护了自己啊 你太接近了他 你接近了颠倒 你的心就产生妄想 妄念 你的心只要接触了执着 然后慢慢的 你就拥有了烦恼不断 那么最后就产生了 你整个在学佛当中 在生活当中的不正见 人的不正见 所以菩萨让我们心不妄念 性自本无啊 那也就是说 你心中没有妄念 不应该想的事情 你不要去想的话 性自本无 也就是说你的本性 从来就是 本来他就没有的了 你说一个孩子 没人教他坏 他怎么去学坏 他如果从来不看见 从小到大 他没接触过香烟 我相信他一辈子 都不会抽烟 所以无名 为什么不能解脱 因为不明白 因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明白 所以我们才会 照下轮回的 因果和大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